在这里哦 浩恩 四岁的浩恩因为罹患女性麻痹 无法运用言语和他人沟通 而这也是许多身心障碍者会面临的情况 位于北市中正区的非营利机构 自2019年起 开始为重度生障症 提供一套透过眼睛训练自我认知能力的课程 我们有一个图案 企鹅跟企鹅宝宝 它可以选择出来企鹅宝宝在哪 来到机构 浩恩开始今天的课程 老师可以引导浩恩运用双眼通知电脑 透过眼筹移动训练表达 藉由眼睛把想法告诉大家 我们要让孩子从一开始不懂电脑 到后来知道说他眼睛可以操作电脑 他也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慢慢地建立起来 眼动学习的过程 老师要一边描述一边指引 让浩恩能够利用眼球 它不只有白色的 可能也有这种棕色的 或者是灰色的 那这个是大象 你看它有长长的鼻子 大大的耳朵 这个是大象 很好 他找到了一个他可以表达的工具 其实没有一定要 但是我觉得他能够表达 他的喜欢不喜欢我就觉得很感动 非常好 眼动科技让浩恩重拾学习机会 更点燃许多孩童心中的希望 记者由微纯 是老虎 是老虎